哈喽宝门好久不见 又是一个周五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因为我做梦梦见我爷爷了 我在梦里面抱着我爷爷说 我梦见你死了 然后他说怎么可能 我活得那么健康 然后结果我醒来之后发现 原来是我梦见他活着 他早就已经去世了 然后我就难过了好久 然后我在这里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我百度查过了 14岁以上的妇女 不是 14岁以上的女性就是妇女 但是不管你是不是妇女 你都是要有少女的心哦 我现在用的这一款是JM遮瑕棒 味道非常好闻 而且它有防晒值50加 它摸起来很顺滑 灵触感的 防水防汗 丝毫不会有油腻感 是这样子 直接这样转转转的一个 可以出来的 很方便 油皮的话可以选择玫瑰花朵 我用的这个是海洋珍珠 我的肚子好痛哦 它还在发炎 天哪 我怎么了最近 难道又回到青春期了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超级超级超级减零的少女装 粉粉的超级适合约会的 就是觉得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肯定时时刻刻等着 自己的白马王子出现 但是如果上帝告诉你 你的白马王子会出现在 3月比如说19号 然后你只要在3月19号化妆就可以了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不尽人意啊 说不定你下楼倒一个垃圾 就碰到刚刚留学过来的邻居小哥哥呢 也有可能在你开门取外卖的时候 外卖小哥哥就是来体验生活的一个巨头富商 餐饮店的儿子 我忘记说了 我这个是地家庭BB霜 BB霜中的战斗肌 因为我最近长痘了嘛 这个有镇定皮肤的效果 也不会闷痘 油痘肌 敏感肌 可以放心使用哦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质地 刚挤出来的时候 感觉它有一点厚重 但是抹开你可以看到它延展性很好 镇压能力也很强 它上脸比较轻薄 属于比较自然的那种 它的质地很细腻 可以看到我皮肤都变细了有没有 我是这个美妆蛋 然后打湿拧干之后 轻轻的拍打 会更服贴哦 我忘记用遮瑕了 你们要记得先用遮瑕再打底哦 因为遮瑕颜色比较深的话 更容易遮住这个瑕疵嘛 但是颜色比较深 你上在底妆外面的话 就会有一点可能肤色不均匀 哎呦我这个痣 原来他们去点掉过一次 结果还要去长出来 要点好几次才可以啊 还定个妆 用T恤加强一下就好了 真的值得一世哦 值得一世 来画一下眉毛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 女性要独立啊什么东西的 我这边就想说一句话 男的才需要独立好吗 有多少男生不靠女性的 不靠自己的妈妈 不靠自己的老婆 自己洗衣服 自己做饭 自己做喝很多很多事情 但是女生呢 自己也可以洗衣服 自己也可以做饭 自己也可以赚钱 女生已经很独立了 哦对吧 哎呦我的眉毛又要染了 天呐 我的眉毛又长黑了 毛毛又染一下 对 对我给大家安利一个染眉膏 这是我在某宝上买的一个那个 那个染眉膏 已经用了从高中用到现在了 它是像剖头发那样的 用的时候有一点刺激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其实就是剖眉毛的 时间越久它就越慌 然后你不可以看电视去看过头 然后变白色了 你也可以在染头发的时候 就是把眉毛染成一样的颜色 不然有的人眉毛真的非常黑 像我自己的眉毛就长很黑 动不动就要染一样 今天我们使用这一个星空眼影盘 大家看一下 这是芝优全14色眼影盘 这都是一些平时都超级用不着的颜色 你们看打底的 还有这几个亮片色 红色的 棕色的 南瓜色的 超级美丽 我涂在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这几个亮片色 真的非常好看 现在我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真的 这颜色绝了 真的绝了 还有一个绿色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绿色的闪的 就像苍蝇一样 涂了 哇 这绿色 真的苍蝇的颜色 有绿有蓝的 怎么偏光的颜色 涂了它就是一只苍蝇精 好了好了好了 是孔雀 是孔雀 说错了 孔雀那么美 虽然我涂得不太好 但是真的很好看 有一点非粉 就是有一点点 但它毕竟是眼影嘛 总归有一点 今天呢 我们要画一个超级粉嫩的 那我先来用这种 裸裸的颜色打个底 它自己有配一个 这样的一个小刷子 我今天带了一个 这种黄色的 但是带到眼睛里面 这有一点棕子 来个亮片 感受到了吗 开心的像个两百斤的胖子 但怎么说呢 我最近真的瘦了 虽然我一直有吃东西 而且每一顿吃 还吃鱼啊肉啊什么的 但是我却没有变胖 因为我有运动 可能是代谢上来了 来个卧蚕 提亮一下 我这亮片真的好好看哦 这个也来一点 这个也来一点 哇真的是星空眼影 有你眼线笔 我是里面有纹眼线哈 就所以画内眼线 在我眼睛上感觉不到那么明显 但其实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 这个画内眼线之后 眼神超级右绳 眼头稍微细一点 然后眼尾稍微粗一点 然后眼尾稍微粗一点 眼睛学会了手学会了吗 夹个睫毛 分三次夹 这种弯弯的睫毛 就像是自己毛上抄 不像是夹出来的那种感觉 那今天眼睛这么综 肯定要用棕色的睫毛膏啦 我用的这支月薛峰衣小头睫毛膏 完全没有苍蕴角 就是眉毛需要一直这样子挺着 眉毛有点花子 这种是打造自然的 然后根根分明的睫毛膏 如果你们想要比较长 那可以用那个KISS ME 或者是那个钻石睫毛膏 这非常好用 因为我的下睫毛最近 好像变多了一点点 可能是因为我用了 那个景田的睫毛增长液 那多了一点点 这起来感觉一根都没有 由于我的下睫毛太短了 然后我拿这种小的睫毛 然后剪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三根两根的一搓 然后剪了三搓 粘在这里 感觉还蛮自然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非常可爱的 少女心爆棚的一个腮红 仔细看来 它都是一个一个爱心的 有红色 粉红色 然后这种金色 和一个非常好看的刷子 但是它巨难用 它硬的跟个什么 毛 毛 毛 头一样 毛 什么 它的粉质非常信义 带有一点点的细闪 抑制敏性 不含防腐剂 运风和那个敏感剂也可以使用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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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亮多次 往太阳靴 浪向 呜呜呜呜呜呜呜 有腮红画了之后 真的显得非常有气色 给你们近看一下 因为它的粉质很细腻 所以近看的话 皮肤又变得很细 好的腮红和高光 可以让皮肤变得更细 然后不好的 就看起来很粗糙 哎 我跟你们讲一个很 前方高能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当时听的时候 我毛骨悚然 但是 怎么能让我一个人难受呢 我要告诉你们 从前有一个人 他毛孔粗大 医生跟他说 你用芝麻洗脸就可以 越洗越细 但是他一洗 所有的脂肪 都卡在他的毛孔里面 然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只能用牙签一颗一颗的 小巫白 哈哈 哈哈 小巫白 好啦 现在把声音拿一点 可爱可爱 接下来使用这个 也是PF的这个 丝绒 雅光雾面唇用 涂手上给你们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虽然它是雅光雾面的质地 但是它里面含有牛油果精华 它很滋润也不会拔干 我把嘴唇化厚了 可能是嘴唇小的人 就喜欢大嘴唇 然后大嘴唇的人 就喜欢小嘴唇 我就是典型的小嘴巴 喜欢性感的厚唇的人 然后我几乎每次化妆 都会把嘴唇化厚一点 我觉得嘴巴大 就有气场 嗯 真的一点的不干 来硬一点 只有一点点 它干得很快哦 接下来也是使用这个 PF的高光 它是12色的 这边有大底色 这边有粉色 这边有裸色 白色 看来非常细腻 感受一点 今天是可爱可爱的 所以高光要在 就 前面给嘟嘟嘟嘟嘟嘟 鼻头来一点 三根也要来一点 下巴 额头也是亮亮的 感觉打满了泼尿酸 好了 今天装饿差不多了 我去换一套衣服 欢迎你 我是个学生 走在校园里面 哈喽 我现在假装看书 然后你们叫我一下 哈喽小姐姐 我可以按你的微信吗 不是 如果在室外就好了 你们假想这里全部是一片花海 哇今天品气真的很好 假设我拿着一杯鸡尾酒 黄色的 哇 现在你看起来格外的迷人哦 假设我现在正在一个海边奔跑 真不错 好了下期再见了 现在要去公司的路上 看来市民有点饿了 想吃一个玉米 小鸡面 减肥要吃东西的 虽然不是说吃这种垃圾形式 但是等下吃东西哦 马上就要去健身房了 今天晚上 我有坚持每天在运动哦 你这叫减肥吗 对啊 你这个你现在吃的真的高热量啊 对但是我现在特别想吃 所以我就放纵一下 这不是到近之前吗 是啊 对对对 师傅 师傅你是胡键人吗 你是胡键哪里呢 前州的 前州 我觉得胡键口音超级可爱 我第一次来到福建的时候 我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他的房东是非常正宗的福建人 然后他跟我说他把我的那个钥匙放在楼下中介黄博士那边 然后我说好 然后我找了半个小时 一直导航也导不到黄博士 到处问到处问 最后是房博士 哈哈哈哈 好啦 现在我到公司啦 然后祝大家想减回的就减回成功 想真回的就真回成功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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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